睽違三年國標舞亞巡散台北站 28號即將就在台北手巨蛋正式要登場 而這場台灣規模最大 等級最高的國標舞功K賽 除了會有超過400位國際好手們前來參加 台灣選手更是做好準備 要與最近戰的舞技 讓全世界看見台灣 隨著老師指令自信昂然的舞動身體 這群小朋友雖然只有6歲 卻已經準備越級挑戰小巨蛋 對著電視跳 看老師跟我跳的影片 然後練很久 很喜歡跳舞 國標舞兼具休閒健身以及社交等功能 是全球最受歡迎的室內運動之一 透過學習國標舞還可以矯正個人體態 甚至連脊椎側彎都能改善 來脊椎側彎 然後來跳舞的時候呢 就是慢慢的矯正回來 每一次練完他的背都非常痛 可是他真的很積極的想要得到好成績 所以就算每次練完都背很痛 他還是忍耐 然後脊椎側彎就越來越好 28號國標舞亞群賽台北戰將與小巨蛋正式登場 也是台灣規模最盛大等級最高的公開賽事 也堪稱國標舞界的F1賽事 虧尾三年我們再度重回台北小巨蛋 大家都有無限的期待 正式的比賽 還有世界巨星秀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我們讓我們的貴賓可以在台北小巨蛋裡面 做一個舞會 讓他們更有參與感 這一次除了跟國際接軌 就是我們跟外國選手交流之外 也對自己是一個像是腳乘雞蛋一樣 盡我們所能 能夠為台灣多得越好的成績越好 本次活動將有近30個國家 超過400位頂尖好手來台參賽 比賽盛況勢必精彩可期 歡迎有興趣的民眾不要錯過 記者綜合報導